大家好,我是Mr.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一個就是HKDSE 2018 Mathematics Score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3 如果你是新資的話請你Post-Ride面,如果你是舊魚的話可以下下一頁 第三條去做Rounding做一些取近似值,Apossymated value的題目 第一點就是Decimal Places,即是Decimal Point 小數點,就是多少個小數位 另一個就是這個有效數字,第一個最左邊的飛鈴數字,我們就說它是第一個有效數字 當第一個有效數字產生,原理上後面每一個位置都是有效數字 好,Round-up 有什麼來的呢?先看看題目 我們要把265.473取至最接近的整數位 Correct to the Leras Integer 即是怎樣? 265點幾,即是原封不動265,即是進了位是266 但Round-up 即是上寫法,就是一輪我們要把他推上一格,就是266 比如說265.4 傳統的4-4-5,我們就不理會 我們就看到它有個數字在這裡 它已經超過了265,我們就把他推上266 就是Round-up,上寫法 好,接著是Part B,Round-down Round-down 是什麼來的? 他說要把這個數字correct to one decimal place 取至一個小數位 那我們就看,265.4,這個4就是第一個小數位 如果Round-down的話,什麼都不守 就直接寫265.4就可以了 不對,Mr.So後面有七幾 如果4寫五入,當然這個就會進位 265.5 OK? 但由於我們Round-down下寫入法 我們就是死人嵌漏,都不進位 所以原封不動就寫265.4 去到Part C,Round-off 即是誰寫五入法 4寫五入 第一個飛零數字當然是2 出現了第一個有效數字之後 第二個自動都會是有效數字 4寫五入 那就寫270 OK? 又說搞定了 多謝大家 八頭公女話當年 對上一次出到這樣的款式 在Paper 1 然後出這些這樣的Round-down 已經數到2014年了 即是4年前 你看看了,是不是出的東西 是相當至近似 咦?其他沒有出過嗎?其他年份? 咦?不是啊 其實差不多年年出的 只不過出了在哪裡呢? 就出了在Paper 2那裡 OK? 如果你覺得我的工作是 尺寫的方法 幫我分享出去 有問題可以找我 這支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 一點點的知識神 卻教你生命有緣的 我們在留學士丹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,拜拜!